据看到的是针对有关于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约7500万美元军售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3号回应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武装台湾是十分危险的赌注行为 张晓刚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这立场坚定明确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大肆操弄涉台问题 企图通过对台军售 军事援助等手段助长台独企业 这些行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授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停止以台制华的挑衅行径 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采取坚决乐匹 中方采取坚决会对坤决会对坤决会是共同的